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小说 我想这时刻我们出来分析 介绍钱钟书的围城 是不是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进入这个作品 或者说我们尝试几种不同的评论的方法 得出不同的结论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部意运丰富的作品 它是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阅读的 下面我们先介绍一下钱钟书的围城 它创造的情况 简单介绍一下 钱钟书他主要是一个学者 然后才是一个作家 他作为小说家也是学者型的小说家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他是1910年出生的 他父亲叫钱基伯 也是一个国学大师了 那么钱钟书的父亲对钱钟书要求是非常严厉的 从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国学的训练 他对传统文化是非常了解的 钱钟书也聪明过人 他不是那种死都输的那种 对传统文化他是能进能出 加上后来他留学也熟悉西方文化 有个彼此的对照 所以眼光读记 所以钱钟书他有过一些著作 像谈异录 管追编 都是做中西文化的比较 目光四射 精彩的线 有人说钱钟书没有体系 说他的学问没有体系 其实钱钟书最看不起体系了 是吧 他看不起那种 可以打捞一切的那种理论体系 他宁可禁运在具体的文化氛围中 去理解那些足以体现 不同的文化之地的文理细节 他也说出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独特的思索 所以像钱钟书这样的丰富 而又洒脱的学者 是极少的 钱钟书自己也是非常骄傲的 是很看不起一般的文人学者的 所以这个《维城界》小说里面 他其实就是讽刺 很多地方都是讽刺文人学者 钱钟书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 然后就到欧洲留学 他的妻子杨将也是个作家 一块跟他砌的 杨将大家也熟悉了 写过《干校》六计 《江饮茶》等一些散文的作品 但杨将主要是一个翻译家 他熟悉西班牙文的翻译 那么四十年代 钱钟书和杨将他们留学回来 就在大学里面教书 教英文 教文学 抗战时期 他们到湖南 那是条件很艰苦 就在湖南的一个大学里面教个书 一个学院里面教个书 小说里面写的那个学校 蓝天学院 他确实是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后来钱钟书度假回上海 刚好是战争爆发 他回不起湖南了 闲来无事 他就每天就写小说 一天写几百字 念给他的妻子听 两个人以此着落 围城就这样出现了 所以写作是钱钟书的一页仪爱好 他的作品不多 除了围城 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 他有一本散文集 标题 那个书名叫写在人生的边上 很有意思 确实钱钟书是也这样说过 人生是一部大书 多数人都是书评价 书还没看完 就议论一大堆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 看书不是为了写评论的 看书写评论 说的是生活姿态了 总是为了写评论 大家就很紧张 而看书就比较从容 这是一个比喻了 钱钟书当然是很欣赏 看书的那种姿态 他认为这种人 就有一种文明人的懒惰 文明人的懒惰 钱钟书很欣赏 他要的就是那种 对生活的充容 不慌不忙的浏览 去体会 这种生活 每到有什么意见 随时就在书的旁边 写几个字 或者问号 或者每一批 零星的水感 就是意思 对生活 对生活发表一点意见 可以说是 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 也可以理解为 是钱钟书的写作姿态 他的写作姿态是从容的 所以这跟五十一来 很多新闻学的作家是不同的 和现在的很多作家也不同的 当年很多作家是为了革命 为了启蒙 为了宣传 很紧张 而现在是为了什么 很多作家是为了money 当然都不从容了 赚钱 赚到五十万要一百万 赚到一百万要二百万 永远都是紧张的 所以钱钟书说 看书与写书 是个比喻 是人生的姿态 他追求文明人的懒惰 要浏览人生 要旁观 要多少有点超然 这说的是一种人生态度 也是钱钟书 他的一个写作姿态 那么对我们了解钱钟书的围成是有帮助的 解放以后 钱钟书主要做的工作是研究古代文学 古代的文化 也搞翻译 在文化革命中 大家可能不知道 钱钟书是领衔翻译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了 另外他的宋师研究是非常有见解的 他宋师选著写过一本 他通过 还有呢就是管追边 他通过对中国十部 对中国古代 十部最有名的典籍的研究 你要用比较文化的眼光 写出了这个管追边 所以里边设计的东西是太多了 是没有系统的 他用的是中国传统自学的方法 用杂技笔记 一篇一篇 零零碎碎的串起来 当然这管追边里边有很多学问 有很多题目了 是吧 所以钱钟书啊 我们刚才做了介绍 他主要是一个学者 他小说家 也是一个学者型的小说家 是吧 维称呢 协议1945年到46年 最初是在文艺复兴 一个杂志上发表 1947年出了单行本 出版以后啊 引起过一些注意 但反响不大 主要是因为战争年代 也因为当时人们 还没有那种心情 是吧 来沉淀 来理解这样一部作品 还有一件事很奇怪啊 就上海解放以后啊 有个区叫卢湾区湾 组织干部学习政治 居然呢 也把围城 作为一个学习的参考材料 大概呢 是想通过 围城来看小资产 这些资分子出台 出台啊 这五六十年代人呢 几乎都遗忘了 曾经有过围城 像一部小说 是吧 当时啊 这文学史是找不到 钱宗书的名字 那什么情况 使我们重新注意到 钱宗书呢 那是文革以后 是吧 又是那个美国的换学家 叫夏志清的 他写的现代中国小说史 给他钱宗书 专庄的论述 评价很高 这就出口转内销了 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啊 夏志清的认为 现在中国文学里边 围城是写的最有趣的 最细腻的 一部伟大的小说 给他评价很高 是吧 围城1980年以后 出版以后啊 影响呢 年来还不是很大的 主要是知识分子里面 小范围 阅读 90年代以后 影响大 为什么 拍了电视 所以电视啊 也促使了小说的阅读 那么围城就变成一个畅销书 畅销不倦的一个畅销书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围城的三重御运 围城三重御运 围城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啊 它采取的是一个大跨度 横向移动的结构 跨度很大 横向移动 刚写完上海又写江西 写完江西又写香港 写完香港又写上海 大跨度的移动 这个小说啊 我们阅读的时候 主要不是欣赏它的情节 它情节是很简单的 主要呢 看什么呢 看它的心理文化 当然呢 还有它的语言表达 是吧 它语言的艺术 小说一共九章啊 一开始啊 是写一收 从欧洲到上海的游轮 正在行驶 在印度洋上 这天非常热啊 船上呢 混乱不宽 就是主要是写一批留学生 在船上 他们很无聊 打麻将 消犬 甚至玩起了感情的游戏来了 这时候就出现了三个人物 一个呢 叫苏文丸 一个呢 叫报小姐 第三个呢 就是方冯健 苏文丸呢 是一个大龄女青年 就很高的学历 是吧 读博士回来 用现在的话来说 胜你 是吧 年轻的时候呢 很漂亮了 各方面的条件都很优越 但它有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清高 去高后寡 舍不得早早去恋爱 挑三拣四 后来呢 慢慢岁数就大了 小说里面有个比翼很损啊 就说它好像是 有一件漂亮的衣服 买来以后呢 舍不得穿 压到箱子底下啊 多美啊 天天拿出来看 看完以后又压回到箱子底下 过了多少年以后 这个已经过时了 所以这个苏小姐出厂的时候呢 表面上是带有东方色彩的一个女子啊 落落寡和 其实它看不起方冯健 但实在无聊呢 也想跟方冯健玩一玩 而方冯健呢 是一个倒霉鬼 它根本不是苏文丸的对手 所以方冯健在船上就碰到了 另外一个女的 叫抱小姐 那抱小姐是一个什么角色呢 是一个非常open的女子啊 打扮的也非常露 苏小姐是看不起这个抱小姐的 这个怎么这么下作啊 其实抱小姐也看不起苏小姐 她们这个不是一露人 但过度有刺激的毛病 一个呢是孤方自想 当然她看不起那个抱小姐太露了 以为是那个低级的 有伤国体的 所以那个船上那些男的留学生啊 一般是不敢去惹苏小姐 是吧 落落寡和啊 很清高 但喜欢跟谁呢 跟抱小姐鬼混 甚至呢 有一个词 说得很难听 称抱小姐 叫熟入裤子 就开玩笑 说是局部整理 就是她穿的非常露 很少 穿的很少 局部整理 是吧 方红健这个倒霉鬼呢 就在这个两个小姐的假工之下 那么苏小姐呢 就是她的同学 虽然不是一个班的 但很熟悉啊 所以她呢 并不跟这个苏小姐玩 就没有完全进入她的圈套 那么方红健呢 一字薄弱 几天功夫 就给那个抱小姐给俘虏了 这问题俘虏以后呢 方红健毕竟还是老实人 她很认真 是吧 很认真 就好像真有那么回事 但是这个抱小姐呢 这个非常open的女孩啊 逢仓作戏 就玩一玩就是了 所以她船一到香港呢 她就下了船以后 连头都不回 就就这个奔向她那个未奔夫的怀抱了 好像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个方红健 方红健这个倒霉鬼呢 就是怅然若失啊 这个这个照说 这个拟人祸水之类的一些话啊 这个船上你们注意啊 写这个故事啊 他有什么意图呢 他有什么意图呢 主要是突出方红健的过性 方红健是江南的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一个 一个男青年啊 一个学生 很早呢 他就家里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包办的婚姻了 就所谓他没有经过恋爱的训练的一个这样一个男生啊 他找的他那个包办婚姻的对方女孩啊 是倒是一个有钱人家 姓周啊 他是没有见过这个女孩的 小说里面说 他自沾染过他的照片 就姓周的 周家的那个闺女啊 就没有见过就订分了 这方红健呢 为什么愿意订分呢 因为他的家庭不是很宽溢的 他为了愿意读大学到北京 就把订分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 那么到了北京以后啊 这小子呢 就把自己的分饰望到九霄云外了 是吧 小说有些情节是很逗的 我们一度的时候啊 会感到可笑 但是要体会 钱宗书 这个不完全是为了可笑啊 他就是要写一种文化 就说啊 这个方红健到了北京 他根本就不好好上学 刚才说 他没有受过恋爱的训练嘛 这时候就开始了 训练了 是吧 他看到别人谈恋爱呢 就眼疯 就突然想到要退分 把年来那个要退了 就写信给他父亲 信的内容就这样写的 他是用文言文写了 我这里可以翻译一下啊 就父亲大人 我在北京上学 现在我身体不行了 要吃一肝油啊什么的 是吧 这样情况下呢 是不是可以把年来 这个给朱小姐的一个分 给定那个分呢 给退了 我要好好学习 保养我的身体 可是他的父亲呢 火眼金睛一看 这小子要退分 没门 是吧 我要断结你的关系 就不给你寄钱了 接下来方奉建就急了 就算了 我就不退分了 是吧 你就寄点钱来吧 就是方奉建 就是这样一种性格 就是他跟新闻学作品里面 经常出现的那些 反叛的青年是不同的 是另外一种类型 是吧 另外一种类型 比较软弱的 没有什么目的 没有什么理想 那么过了一段呢 突然来了一个消息 对方奉建来说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 没想到的一个大事啊 就他的未分期啊 特然夭折了 就得病死了 方奉建这个人也够狠的 里边有一句话 说他 如同犯人蒙舍一样的快活 这个退分就不用退了 是吧 他未分期死了 有点残酷啊 不过他还是表示哀悼 就给他的准岳父啊 就写了封信 那准岳父就表示 怎么样怎么样好啊 怎么样这个孝顺啊 那准岳父一看这个女系 这么懂事 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 我的闺女虽然过世了 但你还是我的女系 名分不改 干脆又送给方奉建一大笔钱 就让他干什么呢 让他到欧洲去留学 这样他才到了欧洲的 刚才讲的情节都是在回忆啊 通过别的人口也转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方奉建 这种人物的类型 他的心理 就是到了欧洲以后 方奉建这个人呢 非常懒散 是吧 四年转了三次学 是吧 小说里面用了八个字来描写 叫 信气颇广 心得前路 什么也没学到 是吧 开始学土木工程 太苦了 那就学社会学吧 社会学还要田野调查 也不轻松 那学哲学吧 哲学呢 太费脑子 那就算了 那就转学文学吧 注意啊 这个钱宗说啊 他本身也是学文学的 但他小说里面最嘲笑的 就是学文学的 嘲笑中文系 这个方奉建学了四年 要回国了 突然想到时间到了 他父亲问他 你学位拿到了吧 方奉建的就回信就说 就大发意论说 学位有什么用啊 要看真本事 其实是什么 是他得不到学位 他的岳父呢 也很看重学位 因为你出了钱 资助一个方奉建去留学 杨博士现在快回来了 对他来说是很荣耀的事情 他早就到处去显药了 显败了 所以方奉建发现 没有学位也难以建 江东富老啊 所以就打 就想办法花钱 买了一个假的文凭 什么克雷登大学 贴上一张照片 就打道回府了 那么方奉建回到上海 正是抗战时期 那时候南京政府呢 已经撤退了 那么上海有一部分地区就成了孤岛 所以方奉建当然就找不到工作 就只好呢 先挂在他岳父的银行里边 当一个办事员 他每天呢是无所事事 是个多疑的人 他的岳父啊 倒是很高兴 认为他女系 真是一个杨博士 就到处去显药 他那个方奉建 还比较老实 人家一显药 他就觉得心悉 就觉得不好意思 那么还有 在上海期间 苏文丸 继续对方奉建 玩弄感情的游戏 他其实并不喜欢方奉建 这是因为自己 好像架不出去了 保留这么一个男人 来当他的垫背啊 那么方奉建对苏 这个苏文丸呢 也没有兴起 主要是他们太熟悉了 太熟悉很难产生爱情 是吧 所以方奉建喜欢的是谁呢 是一个女孩 更年轻的 叫唐晓福 唐晓福 注意啊 钱荣书 他的围城 所有的人 他对他都是讽刺的 讽刺所有的人 但唯独 对唐晓福 手下留情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呢 方奉建 喜欢唐晓福 写出了他内心深处啊 还是有 青春 活泼 天然 不做出做 就喜欢唐晓福 这些方面 就是说 反过来也可以看到 方奉建内心 还是保留了一些 美好的东西 可惜 唐晓福 从来没给他表白的机会 而期间呢 又述到了苏文丸 算计啊 就在 唐晓福 面前呢 说这个方奉建 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 秦昌老鼠 这就把他给拆开了 所以小说中的人物关系 是有点复杂 这个 这个 再说 这个苏文丸呢 这个虽然不怎么的 但是还是有人追求他的 结果呢 他这个 这个人就是赵新媚 赵新媚 从美国流选回来的 您注意啊 写的都是 这些高层知识分子 赵新媚啊 追求 苏文丸 但是苏文丸不想 要这个赵新媚 最后苏文丸呢 突然 惊人的动作 闪电 结婚了 嫁给了一个 专门写白话新诗 而且写的很恶俗的 一个所谓的诗人 就专门嫁 这个 嫁给了这样一个 写白话新诗 很恶俗的诗人 注意啊 钱中收剑是在 嘲笑新闻学运动 这个 这个诗人呢 长得很胖 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 那个诗人 这个轻瘦的样子 这样呢 这个赵新媚啊 就没有得到 这个 苏文丸了 是吧 房锋建也没有得到 房锋建他也不想要 这样赵新媚和房锋建 就变成了所谓的 同情兄了 上海不好待 他两个呢 就结伴 要去三黎大学 就内地的一个大学 湖南 那么从上海到三黎大学 小说 用大部分的篇幅 写这个 他们的经历 一路上那种颠簸流离 有点像流浪汉小说 西方有一种小说的模式 叫流浪汉小说 就写他们的发现 他们的体验 这是围城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吧 而且 方锋建呢 在这个路上啊 认识了一个女子 年轻的女孩 叫孙如嘉 这时候刚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因为要逃分呢 家里逃出来 是吧 这个人物啊 写的是非常成功的 给人的印象之深 不下于方锋建 一开始啊 这个孙如嘉 是跟一般的少女是一样的 是吧 但是呢 很有些本事 三下两下呢 就把方锋建给俘虏了 所以到了三黎大学以后 方锋建 速到了别人的排挤 他毕竟是一个老实人 很快呢 他就只好跟孙如嘉结婚了 随后他们两个就离开了 三黎大学 途经香港回到上海 小说给人的印象很深的是 孙如嘉结婚前后 判若两人 是吧 之前呢 天真可爱 是吧 之后呢 鸿满无礼 界限非常鲜明 这个方锋建呢 就变成个倒霉蛋了 是吧 结婚以后也变倒霉蛋 回到上海之后 他们两个又陷入了 匆匆的矛盾 主要是 跟那个方锋建 跟那个孙如嘉的 娘家 一家人 那种矛盾 他两口子的矛盾 无法挣脱 一切都是那么麻烦 这个小说 基本情节 就是这样 这个大家可能读过都熟悉 我这里只剪一些主要的 说了说 下面呢 我们就进入作品的分析 前面说了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来进入 这个小说 这个小说基本上是一个写实的小说 总体结构呢 却又是象征的 是很有现代派味道的 以义小说 以义小说 它丰厚的意愿 必须要用薄竹笋的读法 用薄竹笋的方法 一层一层的来 深入来研究 我看起码可以薄三层 薄竹笋 第一层是比较浮面的 就像出版戏言里面所说的 第一层 是写什么呢 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 某一类的人物 具体来讲 就是对抗战时期 古老中国城乡四态四象的表现 包括对内地农村 落后 严实 必塞 那种状况的结实 对教育界 知识界腐败现象的讽刺 结实 所以围城用了大量的鼻墨 很客观 很尖锐 结实了那种楚禄 事态 事项 那么所以我们读这个小说 可以感受到 四十年代 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生活 某些落后的 层次的那种气氛 这个描写层面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层面 叫生活描写层面 生活描写层面 以往一些对围城的评论 绝大部分 找演于这个层面 这肯定这部小说呢 反映了 柯定时期的 社会生活矛盾 既有认识 历史的 价值 也有些评论认为 围城的基本主题 就是 决士 抗战时期 教育界的腐朽 批判 占在时代大潮之外的 知识分子的 空虚苦闷 这样的归纳主题 不能说是错的 因为围城的 生活描写层面 是带有揭露性的 有相当的认识价值 但这种归纳呢 又是肤浅的 是触及到 小说意愿的 第一层面 刚才说的 这是第一个层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